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第五十五届金马奖颁奖奖典礼将于11月17日,六,于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举行。 金马之卫会于今日,9月5日,召开会议,决议颁发特别贡献奖与自身简介师廖庆松, 表彰他提携后进步一余力的作为,以及教育传承无私奉献的精神,人称廖桑的廖庆松, 是文明影坛的简介大师,有一代简介大师的美名,同时也是资深监制、编剧。 尤其评级精湛的简介技艺,让他与多位杰出影人合作无间,曾被誉为台湾新电影的保姆。 近年有鉴于电影界人才断层,他积极努力栽培后进,传承实物经验,从简介、制片到教学,无一步参与。 他在剧情片方面的过人成就,影坛都很熟悉了。 但除此之外,许多纪录片、短片、甚至学生电影,也都受惠于他。 这次由纪录片工会,女性影像学会联合推荐他,就是很好的例子。 他对资源缺乏者的热心提点和对电影技术的交流提升,可说是毫不藏私。 对于这位大师及幕后人员的苦心耕耘,金马之位会经过讨论、投票,决定颁给他特别贡献奖。 金马主席李安也推崇他当之无愧,廖庆松的创作力依然十分旺盛,去年西月至今,就已经剪了二十多部片。 对于得讲,他深感惊讶,自签道,我做的事情很简单,只是帮忙看看片而已。 但当他说出,只要帮得上忙的,我一定帮。 历见气度。 今年六十八岁的他更笑说,我还有很多片要剪,等我八、九十岁,再拿终身成就奖。 廖庆松提携后锦吴斯传承,货班第五十五届金马奖特别贡献奖。 金马之位会提供。